主席好 麻煩主席请我们的业部长 业委员好 部长好 这个 和国家的事务还有人民的权益 我们的内阁都需要有它的看法和立场 我们的这个政府现在都说新政府新民意 所以新政府新民意更应该倾听民意 人民的声音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 这个本席啊 在就礼拜一 我们在这里一样的时空背景 一样的场地 这个对于我们部长 您强调 这个冲之鸟交 是一个交 在这里表达的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清楚 全国人民也都对您 觉得非常的肯定 对于您这样的话 当然 而后您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这个本席非常非常的理解 可是对于您 这个学者的专业 还有我们文人的风骨 本席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的赶配 所以在现在整个内阁中啊 本席想 以目前来看 只有我们的部长 您最肯说真话 也敢说真话 希望您一直这么下去 这才是真正请听到人民意 才是真正的看到人民的需求 才是现在唯一一个不卖台的内阁歌员 您昨天 对于我们冲之鸟的问题 相关的问题 您说非常尊重外交部的说法 但是您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要以整体台湾最大的利益 争取国人最大的权益为目标 语重心长地跟我们的外交部说 您真的是君子 也不打外交部的脸 但是您心里想 他本来就是一个礁 是不是 所以您在说这个200里 没有200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在刚才我们江启臣 我们的江委员也说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礁 所以 这个本席在这里告诉你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捍卫国家的主权 或者捍卫我们全国人民的权益 和权力的立法委员 没有捍卫国家的主权 的我们的那个阁源 那么这个台湾 到哪里都被 到哪里都被看不起 所以在这里 希望我们未来 这个所有的内阁阁员 我们可以 抬头挺胸 把肩膀抬起来 腰杆打直 未来在这个台日的谈判桌上 我们才有立场 所以部长 您不但要勇敢的讲 还要大声的讲 你才是真正的爱台湾 雇人民 今天 这个 我们有这个新政府的阁源 都能挺身而出 就不怕日本来犯台 不怕日本来追我们的渔民 所以本席在呼吁 希望我们每一个阁源 都能抬头请凶 都能说真话 都能硬起来 成为2300万人民的最大的后盾 所以这个不要让 昨天你也看到 我们的这个猪农 养猪户 已经来抗议了 所以真的不要让 我们的农民相亲 渔民相亲 忍无可忍 揭竿而起的时候 那我们的国家 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在这里 这个叶部长 本席带来了 我们东台湾 我们东台湾 渔民对您的肯定 特别 这个我们渔民 我们后面 做的我们的 这个花莲区域会 我们的这个理事长 还有所有的理监事 以及我们的代表 在这里旁听 也来谢谢我们的部长 对于冲之鸟礁 保障我们的渔权 还有我们渔民的权益 来搬个饼 给我们的部长 来 这个感谢壮 我们的愉快 我们的愉快到后面 谢谢 感谢壮 好 开析条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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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 布与保台 希望我们的部长成员 流民传者 好 部长啊 谢谢啊 我们的愉民乡亲跟您谢谢啊 希望我们的愉民乡亲跟您 希望啊 您能成为流民船第二 能这个建设台湾啊 能坚定您的立场 好不好 我连亏不敢当 亏不敢当 好 谢谢啊 不要忘了 我们花莲相信是最温暖的 常常到花莲来 谢谢 请坐 现在麻烦请我们的这个外交部 外交部 谢谢 请外交部 外交部次长 委员好 次长好 这个我们的业部长非常非常有gas 因为这么有gas 所以呢我们的乡亲都来支持了 好 今天不是来恐吓您 不是 而是 要请我们外交部坚定立场 其实外交部之前也说这个 这个本席在这里念一下好了 这个我们外交部 在我们之前我们的政府也说 日本应该尊重我国及其他国家 在该海域航行的余补等公海自由权益 好 这是我们外交部说的 所以表示这是个公海 因为这是我国和其他国家 所以表示这是我们的公海 所以 请我们外交部坚定您的立场 不要模模糊糊 好 这个摇摆不定 您的摇摆不定 会让我们的渔民相亲出海的时候 每天都不晓得今天他该怎么办 每一天他都不晓得他今天会遇到哪里 会遇到什么 菲律宾 还是遇到日本的船 还是遇到哪里的船 外交部要硬起来啊 外交部要把我们的主权顾起来啊 怎么会到现在新政府新思维新民意的时候 不敢讲呢 在520之前 我们的冲之鸟 焦它本来就是一个焦 怎么到现在还迷迷糊糊的呢 所以刚才我们江启臣 我们江委员也说 外交部应该把我们的主权拿出来 另外 上礼拜 我们黄委员 黄昭颂委员 在这也提过 我们7月份要成立一个 这个要成立这个 台日海洋事务合作 对话机制 既然冲之鸟焦 它已经是焦了 还要谈判什么 所以谈判的主题根本不是这个东西 那请问您7月底前到底要谈什么 请问您谈的内容在哪里 您让这个亚东关系协会要去谈这个 请问我们有驻日代表 那亚东关系协会又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官方吗 那我们的驻日代表又代表什么呢 是双头马车吗 所以外交部您要把立场讲出来 好 这样子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才有 才有办法有定位 还有本席强烈的要求 在7月底前要到日本去 请到立法院来报告 因为冲之鸟挑这个议题根本就不用谈了 它本来已经很清楚的讲 它就是一个焦了 所以你要谈什么 请到院里来报告 让我们了解 外交部不是亲日卖台的单位 外交部不是逢日必软 在这里 本席在这里 呼应我们黄昭伟以及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的高金素媒高委员 强调的部分 只要到日本要去谈判的时候 请先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让立法委员都知道 我们到底要到日本去谈什么 到底我们的国格 我们外交部能维持到哪里 到底我们自己能尊重我们自己到哪里 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的立场 好 请我们外交部正次 好 在这里 在这个7月底之前 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到外面的单位去谈的 不论是逐日代表 或者是邱毅仁邱理事长 还是邱董事长 请到立法院来报告 谢谢 谢谢主席 还有相关的这个 移民法的部分 难民法的部分 这个本席送书面 好 谢谢 我不用回答了 你要回答吗 我不想我第一次来 所以你不用回答 你要回答吗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